你好,今天我將會為大家介紹Texas Instruments 新推出的 BeagleBone Black 這塊開發版是 BeagleBone 系統的第二位成員,在今年2013年4月23日推出 BeagleBone Black 支援多個OS,包括 Linux, Android, Windows, Embedded CE, QNX,以及 ThreadX 我相信之前玩過BeagleBone的朋友都應該知道,BeagleBone在軟件和硬件兩方面都是開源的 因為這樣,它也是一個非常強大的系統芯片實驗平台 和之前的BeagleBone一樣,BeagleBone Black配備一顆強大的Cortex-A8-AM3359處理器 主頻高達1GHz,2GB flash,Micro HDMI,Micro SD card插槽 USB 插槽,以及以太網插槽 開發版出廠如在有Linux OS,等用家們沒有需要購買額外的SD card就可以立即開始開發 首先我們會用Mini USB把BeagleBone Black連接電腦 屏幕上就應該會出現一個提示 我們進入這個開發版的路徑 然後Drivers,選擇適當的OS 你應該可以找到驅動器的安裝檔 點擊之後就可以安裝所有與開發版溝通所需要的程式 之後透過剛才路徑上的start.html 去瀏覽這個開發版 點擊之後會開啟一個入門指南 教用家如何使用BeagleBone Black 並且會提供驅動器的安裝檔捷徑 在裡面我們點擊下面這個IP地址之後 你會進入到BeagleBone Black的主頁 在這裡你可以找到有關BeagleBone Black硬件和軟件的詳細資料 BeagleBone Black是一個非常靈活的開發平台 你可以用多種辦法去控制你的BeagleBone Black 其中一個方法就是去用JavaScript BeagleBone Black上預載有Bonescript Library 裝有控制硬件和編輯檔案所需要的銜數 你可以在這個位置寫調示用的JavaScript程式 也可以在下面的Cloud IDE 9寫一個可以保存完整的JavaScript Project 在下次開機時繼續編程 另外一個方法就是用Linux的指令行去控制BeagleBone Black 你可以用Gate1SSH遠端登入終端 或者連接相顯示屏和鍵盤直接登入Linux 以下就是一個簡單的Linux指令行程式 用來讀入加速度計數據然後顯示在終端 以上介紹的是BeagleBone Black 提供最快捷的編程方法 你也可以在BeagleBone官網上找到不少用BeagleBone Black 來整個開發項目 也可以訪問DesignSpark BeagleBone 按熱免尋找有關的資料 好, 請提供和駕駛吸收 可以進行採用 Katachi 送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